我们刚刚不是建立资料表 如果你要就是练习那个SQL语言的查询的话 你可以从建立查询设计里面这边把它关掉 关掉之后的话这边就有SQL 你在这边输入 输入完之后呢这边就有执行 OK那你就可以把那个语法给执行 比如说insert into 哪个table 哪些栏位 value是什么 这个可能要固定 你要熟悉 当然你背得起来 OK如果背不起来 那尽量有个范本 反正之后还可以查得到 因为呢 如果你这个语法不熟的话 以后要输入资料到资料库就会有问题 里面比如我新增两笔 那如果我今天接下来希望能够从 insert 里面新增的话 那再来我就直接怎么样 在他的VBA里面 多增加一个新增叫B3好了 那我希望能够新增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那个语法里面有一些可能需要 需要一些范本 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连线的部分的话 可能会需要就是它的驱动程式 驱动程式这个可能你要自己打 一定会打错了 比较容易打错 所以我是建议我们先直接拿什么 拿这个范本 在底下有个利用一个sub 利用ADO新增资料 然后后面有ABCDE 从这边一直到到哪里了 到B3Click这边好了 假设我先用这边 那其实这是两个sub 我把它Ctrl C Ctrl C之后的话 我先拿到这边来用好了 直接放到下面好了 会比较清楚 两段 两个sub 那首先讲一下 上面这个sub实际上是被底下呼叫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个sub将来可以用call的方法 去呼叫它 但是要传五个东西给它 为什么传五个呢 因为五个栏位嘛 刚好我们这一题刚好五个栏位 所以传五个资料给它 这五个资料实际上就是 我们Excel里面的那个B1C 就是假设我今天希望按一下新增的时候 直接帮我把什么呢 把这个里面的最下面一笔新增过去 因为练习先新增一笔 如果成功的话 再来全部新增应该就比较没有问题 如果一笔都写不过去的话 那更不要说新增全部了 所以第一个我希望怎么样 把这五个资料 分别写到资料库里面 所以这个资料那怎么写过去 第一个我在我的 这地方新增一个按钮 那这个按钮的话就是B3好了 假设当它B3Click的时候 我做什么呢 去侦测一下最下面一笔的位置 所以一样用侦测的 取得一个R R的话就是9 把它的什么第二栏的R列 其实就是取得这个 分别丢到A到E的变数 再来扣利用ADO新增资料 把这五个资料传给它 那它传过来之后呢 它会做比较重要有四件事 你可能要知道 第一个引用什么呢 ADO 这个东西实际上在哪里呢 实际上就是在工具里面的设定用项目 里面你往下找 会有个Microsoft开头 A 它的全名叫Active X 然后Data Ubject 6.1 但你要用比较新的 空一个Library Library实际上就是韩式库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实体实体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什么 M-S-ADO-E5 就是DL 其实你会发现系统里面很多DL 但这个就是韩式库 韩式库拿来用 就是必须先把它载到记忆体才能备用 在VBA里面要怎么样把它载到记忆体 实际上就是这个语法 这个语法就是SET 这个物件的名称是我们自己取的 这也是VBA惯用的 用SET开头 所以SET什么东西 那就是会产生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一般叫实体化 实体化就是 讲白的就是拿 它真的可以用了 不然的话DL 在硬碟里面的一个档案是不能被使用 你一定要把它载到memory 载到记忆体里面 变成一个物件 所以后面会加一个CreateObject 把那个名称加进来 这个东西的话 实际上就是刚刚举的那个 就是DL档 然后载过来 当然如果你要引用外部的东西 除了像ADO 像后面我们好像也有那个Outlook 比如说你要记信 对不对 外部Outlook可以记信 以色不能记 那你也可以把Outlook Application引用进来 那易用Outlook的功能 也可以用什么 SET 一个名称 等于什么 CreateObject 把Outlook引用进来 很多类似的用法 那这里当然我们用 用的是ADO 把他引用进来 所以MyCon实际上就是ADO的实体 他可以拿来做什么 拿来可以做 里面有个方法叫Open 顾面示意 打开什么 打开资料库 所以后面告诉他说Provider 这后面这一串 基本上都是复制贴上 因为这个是微软驱动程式的位置 这个一般理论上不会有人会去背他 但是你可以从系统里面可以找得到这个东西 然后后面在end串接一个什么 Data Source 等于有没有 意思就是你的资料库在哪里 前面是驱动程式 后面是你的资料库放哪里 那我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 List 有没有 List Workbook 有没有看到就是这个 List Workbook 点Payce Payce就是路径 他有个属性就是他的路径 那因为刚好我也是有放桌面上 那我刚刚assess也放桌面 所以你等一下记得你把它放一起 如果你不放桌面你就把它 assess把它搬到 跟你sail同一个目录就OK了 然后end特别之后 这边多一个斜线 意思是说这个路径 的根木屋底下 会有个问题1.ACCDB 那我就把它打开了 所以驱动程式加上路径 这样子的话呢 才可以把那个资料库打开来 那这个驱动程式的版本 也不能太旧 因为太旧的好像 像我们2016 有可能会打不开 所以这个单应该还好 然后呢 再来就是一个 SQL 这个是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什么呢 是串接一个 insert into的语法 不过这边因为太长了 所以我把它换行 本来应该是把它全部串在一起的 这么长一串 这样子 那因为呢 后面看不到 所以我就加一个底线 enter 再加一个tab 让它变成两行 实际上这两行是在一起的 就是 insert into问题1 这个问题1的资料表 这五个栏位 values把abcd 这五个东西 分别传到这边来 abcd 然后呢 串接变成一个insert into的语法 其实这个串接的语法 就你们刚刚练习的 把它产生一个这个语法之后的话呢 再利用什么呢 mycon 它后面有个语法叫.execute execute就是执行 执行这个是一个语法 其实execute就跟你们刚刚按一下执行 一样的道理 所以基本上透过ADO 然后告诉他说你的资料库在哪里 然后就把这个语法丢给那个资料库 那他会做什么 就把这一笔资料 写到资料库去 如果没有问题应该就OK 有没有问题我们试一下 基本上呢 最容易发生问题的 就是在这一行 因为execute失败 那execute失败我怎么办呢 我可以这边设中断点 中断点的目的是 先看一下我的语法对不对 那我试一下给各位看 我们来看一下执行 新增哦 直接按新增 那他程式会停在这一行 那停在这一行还没执行 所以按F8 执行的 那我的习惯会再配合什么呢 ctrl加g 即时运算四川 把按一个问号就print了 空一格 把那个sicle里面的资料 帮我print出来 问号是print哦 print成这个变数里面的资料 那你先看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 insert into问题 五个栏位 values 这个你会发现 一定要有 我刚刚讲过文字资料 前后一定要单以号 数字资料不用 文字资料要有 如果漏掉的话呢 他丢给那个ss他会不接受 他会听不懂 命令就是这样的 一定要非常完整 而且不能有错误 只要有一个小错误 比如说扫一栏 或者扫一边 那这个sq这一行就挂掉了 如果挂掉的话 那你可以射中断点看一下这个语法 里面有没有问题 比如说我们假装好了 假设这边扫一个单以号 常常都这样 我之前甚至为了一个里面语法错 以前在撰写程式的时候 可以写一整天都在找错误 找不出来就找不出来 一整天都在找错误 所以这个很重要 比如说我今天怎么怎么找错误 你就中断 然后呢 你在这边sq enter一下 你会发现这边扫一边 那你就可以 这边有这边没有 那表示有错 那就把它再加一下 不过这个是最难找出来的 有没有 在单以号里面加一个 在双以号里面呢 再增加一个单以号 这个很重要 好试一下 理论上应该这样OK sq看看 f8 过了 那表示怎么呢 ss也收到了 然后呢 也帮我新增一笔记录进去了 那一笔记录呢 就是什么呢 新增成功 OK 那无 xx我看一下 有没有这笔资料 现在没有 对不对 怎么样 重新整理吗 有没有出现了 那表示成功了 那如果一笔成功对不对 那 全部新增过来 应该就不是问题 只要跑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一直不断呼叫那个 就是什么呢 呼叫这个 这个就可以了 利用ADO新增资料 然后分别把这个ABCD丢给他新增 换下一个 下一笔下一笔 这样子就可以怎么样 帮我把我们的Excel里面的全部资料 通通都倒过去的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因为有一些东西 可能需要范本 所以我把这个记得这一段 这是放在上面 里面的话是呼叫他 call他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试一下 那这个 这个是ADO 那个 也是我自己在把它精简再精简 坊间的书籍 其实关于 如何利用Seql 语法 加ADO 写得非常的冗长 你们其实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坊间还蛮多日本书 日本人写的那个书里面 不过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 资料库跟Seql 我发现他写了一堆 那我的原则 当然我讲过 我的程式 是把不需要的东西全部都拿掉 所以你会发现 我里面基本上就留下 最最最最简单的 就是第一个ADO 把它怎么样 载进来 第二个连线 第三 就是产生Seql语法 第四就是去执行这个Seql语法 那这样的话呢 SS收到 他就帮我把资料丢进去 就这么简单而已 那除了说新增之外 查询修改 删除 也都可以用一样的方式 这个逻辑都一模一样 差别只是把Seql语法改一下而已 丢过去反正他就会收到了嘛 收到以后呢 他就会再去做后续的处理 所以 待会也许你们可以把新增全部 新增全部在下面 跑个回圈应该就可以搞定的事情